好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号 今天就股市行情分化非常厉害 其实最主要就是最近第二季度的半年报出来了 然后很多机构这两天我看到都在调仓 那些涨多了低于预期的股票 机构他们就会卖 比如说那些有个别的 比如说古井贡酒这里 上半年利润看上去不好 虽然我觉得半年报我挺满意的 但是因为涨幅太大了 所以机构也会砸一下 就把筹码扔一下 因为利润看上去不是很好 然后那些业绩表现很好的 比如像海天的这些 就炒的特别疯 疯到今天已经是 我看到已经所有的股民 包括雪球那里 包括东方财富 已经头条什么都在讲 一瓶酱油多少千亿 然后什么要充200块 然后今天好像最高打到198 199了 因为关注度这么高 我都已经是发出一个预警 让大家今天不要追了 因为我第一次给大家说这个股票 其实是三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海天其实就100块以下的 什么90多块 那时候讲的 但到现在已经翻倍了 但其实基本面说实话 这段时间是没有翻倍这么好的 然后像银行股 什么港股的那些四大行 那些就跌的很惨 大家去看一下香港那边 香港那边的银行股其实就只有招行是没怎么跌的 然后其他那些什么四大行 油储银行都跌得很惨 特别是中西银行那些三倍市盈率 然后业绩不好变差了 变成了3.2倍 3.3倍 然后结果再跌一下 又跌回三倍 所以风险很大的 说实话这些股票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个底 今年是业绩不好 有人猜明天是不是就回升了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了 就银行这种东西 它那个业绩的可预测性是很低的 一般来说就是好的银行 它能够一直好 然后一旦银行的业绩爆雷 它就会一次过就完蛋 你看一下外国的银行 什么德意志银行 还有汇丰银行 就是说它以前一直好 它就会一直好 然后一旦不行 它就会整个倒掉 银行这种生意 说好不好 说差不差 但我觉得它风险是不低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经营风险 知道吧 然后再讲一下 我最近的操作 我最近的操作 其实就是不停在换股 我不停换股是换什么 我卖掉了一些银行股 然后把中报 预期不好 现金流比较差的股票 我现在这几天我都在卖 我明天还要卖 然后卖了之后 我就换了一些中报 超预期的股票 哪些是超预期呢 我看到有一些医药类的公司 超我预期 然后我看到那个现金流 那些哇 增长得非常好 然后我就忍不住赶紧换 就没办法 真的 就你再不上车真的不行 因为业绩实在太好 那个那个那个现金流 都都是给你四五十增长的 虽然说股价涨了不少 但是你想一下 他明年再来一次四五十增 增长的话 那个股价就没有泡沫了 所以我就受不了 对吧 赶紧还是要换一点 然后还有什么股 我也看好呢 其实呢 就有一些家用电器啊 比如说 有一有一个卖养生壶的这类 收收那个智商税的啊 我在局里面也给大家讲过啊 但但但时就不公开了啊 因为因为现在公开 有点吹鼓的意思 就不说了 我也我也在关注 对吧 我也在找机会买一点 反正我就先进去一点 然后他跌多了 我再买一下 我觉得就这类公司就 现金有比较好的啊 看上去有有一定前景的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而另外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港股和美股啊 港股那边呢 其实也是分化很厉害 呃 然后呢 因为那个房地产政策出来了 说那个什么三三条红线 那三条红线一来了 然后那个地产股分化很厉害 那些负债太高了 然后就一直跌 比如比如 比如像融创这些负债蛮高了 所以那三条红线 那起码 起码踩了两条吧 没有没有三条 起码踩两条 呃 所以这些股呃都要降负债 所以短期都不会大涨的了 还有就是呃 那些银行一定要谨慎啊 虽然说跌了这么多 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买那些丰厚 不好的银行 因为你想一想你买这些东西 还不如你去买那些四星股 因为 就你比如说你套住了 你套住了不一定 一定要在本来那个银行股上面去解套啊 是不是 你可以去换股票解套 啊还有像美股啊 昨天还在大涨 我昨天美股 啊我买了一点 我那个女股神的那个基金 我调了一下仓 我把我的那个网易的股票稍微卖了一点 啊我觉得女股神操作来说 后径比我这个网易要大一点 我稍微调了一下仓 啊因为现在美股那边也有很多公司涨幅蛮大了 所以后面啊我去判断个股的那个潜在涨幅 我觉得我现在能力不是很够 我就把一些仓位我就交给了女股神 Catherine Wood 啊让她帮我弄 就买了一些她的基金 啊 然后最近我觉得这个行情蛮健康的 啊怎么说呢 就是就在群里面 我看到大家不是说人都能很很轻松赚钱了 就大家赚钱就发现哇 啊要越来越关注这个基本面了 对吧 如果你选错股就赔钱了 对吧 所以呢就现在的市场呢 其实是属于一个啊比较健康的市场 啊只只要不是人人赚钱啊 有很多人在赔钱的话 那就是好好的好的行情知道吧 啊 然后 我建议大家呢下半年开始 包括明年 你一定要重视那个公司的基本面 啊 然后我再重复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基本面 基本面呢就是我简单讲一次吧 第一就是那个商业模式 好不好 第二就是前景好不好 什么叫前景好不好 就是说这个公司你觉得未来还有没有 两到十倍的增长 最起码这个要求吧 如果他未来的前景没有翻倍的增长的话 你看不到这个可能的话 你不要买啊 比如说现在银行啊 比如说某一些地产啊 比如说保险 我说保险就很难翻倍 你看那些保险的销售 你让他很快翻倍 他很他很难的 所以保险我都想全部卖掉 真的说实话没什么意思 那个潜力太差了 就你很难引起那些机构 有信心去炒作 嗯 然后 还有就是啊 比如说最近那个科技股 我之前 8月20号也做节目讲过这个科技 就是说华为产业链的那些硬科技 大家还是要警惕 不要随便进去 你要留意一下新闻 看一下啊 有没有说制裁取消了 那时候你才买啊 那现在的话那些啊 能买的科技股 就是买那些软软件类的科技 啊 就比如说游戏啊 互联网啊 炒股软件啊 啊 还有一些 反正就是做软件类的 做什么设计啊 比如说什么做钢铁的软件 什么IDC啊 什么SAAS 就是像什么类似 就类似广联达这种公司 那这个这个很长得很高啊 没有说让大家买啊 啊 就是说类似这类公司是不错的 啊 然后 有人还问我那么什么酱油啊 这些什么 啊 其实都会分化了 比如说这个海天今天长得这么凶 然后这么多散户盯着 其实风险就来了啊 如果你有的话啊 你赚了很多了 你可以及时是吧 稍微兑现一点 你也不用说全卖 对吧啊 你先卖一点也可以 对吧 慢一点先先投机做个差价吗 对吧 啊 有人说按照你不是说长线投资吗 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涨了实在不舒服了 对吧 觉得赚的也够了 对吧 翻倍了啊 你可以先卖一点对吧 套现一点 因为今天别的那些机构也有一些人在卖了 啊 然后呢 我现在还是净买入状态 说实话 我只不过换股 那些我不看好的 我就卖了 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行情挺不错的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啊 基金还可以买啊 说实话 基金还可以买 嗯 然后你要非常警惕 就啊 对 继续讲刚刚的啊 我刚漏讲了 就是说那个选股啊 就是就第一个商业模式 第二个是成长 就有没有空间吗 第二个有没有空间 第三个就是看他的管理层怎么样 就人品怎么样 这个人品怎么看呢 就通过公司的公众号啊 收一下这个董事长的讲话啊 然后最好你去开一下股东大会啊 跟他聊一下 就这样啊 看一下人品怎么样 如果那个人品像丁磊这么好的 那就对吧 可以长期拿着 啊 还有呢 就是 那个财务报表要看一下啊 财务报表呢 其实不能够预测未来 但你大概能够知道他的生意模式 比如说他是赚真钱的 还是赚假钱的 你可以分析 如果是赚真钱的 他就是负债比较低的 应收账款比较小的 这样的 一般能够赚真钱的公司 就两个特点嘛 就负债不高 然后应收账款很小 最好就没有负债的 如果你有那种 有息负债 当然就不好的话 所以大家就不吵你的 然后到后面就是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公司 比如说公司市值啊 你可以关注一下市值太大的 会不会太大 对吧 有没有到头了 还有一个就商品 有没有什么重复消费 我以前跟你讲了吗 比如像空调 比如像空调就不是很好 空调这东西 你买一次回去 你想第二次消费 是非常困难的 你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 比如说你买一个空调 你隔多少年再买一次 可能买一个空调之后 你起码要隔个八九年才买一次 那这个公司的生意 它的收入就不持续了 但是你想一下 为什么酱油这么牛啊 就因为天天都吃啊 天天都用啊 什么奶啊 酱油啊 什么药啊 有一些就长线在那里吃 所以他的生意就变成了 可以持续 所以为什么隔离要去转型 为什么要转型啊 卖空调不好吗 因为卖着卖着 大家买完呢 你空调质量太好 所以我就说嘛 质量太好了 公司要警惕一点 还是要买那种质量 有种说不是很好的 或者说质量好 但是他那个产品 用一段时间 他不得不换了 你像苹果手机 虽然说质量也很好 但是你过两年 手机肯定慢了 慢了你也不 你也不会说怪苹果 苹果公司 你还会再买一台 然后呢 你还会买那个 这贵的可能是 最近不要出那个 iPhone12了嘛 啊 所以呢 就商业模式 其实是很重要的 而且那个苹果公司 还收你很多 那些软件服务费 所以他这个市值 两万亿是 也是没话说 对吧 商业模式的确牛 他又没有什么借钱的吗 纯赚钱 你说的有赚假钱吗 有资金链压力吗 都没有 啊 还有而且啊 这里我给大家讲清楚啊 这一次炒上了这股 什么海天啊 什么安景食品这类啊 啊 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资金压力的 不可能出现第二个乐视网的走势啊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现在的炒炒作和15年是同一波 绝对不是的15年那波真的很多炒概念啊 这一波是真的是炒蓝虫 对吧 有泡沫 的确有 但对吧 高了还有高 低估了我不买 我就买高估的啊 买低估的还赔钱啊 反正大家就记住这些啊 不要怕高估啊 说实话 你也分辨不出什么高估低估 那个港股 那个海底捞 我今天看了还在涨 那个以海国际啊 大家搜一下以海国际 今天还在涨呢 所以大家安心一点 拿着你的好股票 觉得那些基本面变差的 你就卖掉 不要管什么估值多低 你像那个中信银行估值三倍 你买啊 你买他 你赌他涨到六倍吗 那你还不买一个四五十倍的适应率呢 有可能涨到八十倍 概率还更大 所以一定要买那种啊 好的公司 然后不好的赶紧割肉 记住啊 你看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像什么汇顶科技啊 这类的 我其实都警惕的了 就他那个指纹识别的那些 别人一旦不用你就要跑的了 商业模式 就一旦别人不用你的产品 加上你是华为产业链的啊 今天呢就给大家唠叨这么多啊 但我觉得今天这个闲聊也有点用吧 大家啊放放松心态啊 好好好好的炒股啊 不要担心啊 现在没有什么大的系统性风险的 他风险主要是个股的风险 就说那个业绩不好 就像那个半导体 别人都在创新高啊 你再天天跌啊 是这样的啊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啊 点赞收藏评论打赏充电关注啊 三年啊 不是三年了 五年啊 五年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每天都要